现代小田剧《余生请多指教》在万众期待之下终于定档开播 与以往的狗血虐恋不同 这部剧中的恋爱观获网友大赞 误会不过五分钟 男主终于张嘴了等称赞频频出现 究竟什么样的恋爱让观众大呼过瘾呢 肖战饰演的顾卫士青年才俊年轻有为 不过剧里的他同时也是年近三十才情斗初开的老男人 从未对女生动过心的顾卫 像个愣头亲一样 被女主林志孝的开朗 阳光 乐观所吸引 剧情过半后两人终于确定关系 那么直男顾卫在追气的过程中都做了哪些事呢 其实顾卫追林志孝用了四步 每一步都包含深深的爱意 确定心意 礼堂解开心结 顾卫始终因为自己没能在手术台上救活恩师耿耿于怀 虽然所有人都在安慰顾卫 但他始终过不了自己心里的那道坎 林志孝带着顾卫偷偷溜进学校礼堂 并空着为他拉了一首曲子 并且用之前外公说过的话开导他 那句 救得是尽本分 救不得也是尽本分 你已经尽力了 直接戳进他心中最灰暗的地方 让阳光照了进来 礼堂是顾卫对林志孝产生好感的地方 也是俩人甜蜜的开始 默默关心 火车站轻庸安慰 林副知道自己身患胃癌后 偷偷离家出走 把林志孝和林母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林志孝慌不择路给顾卫打电话 希望他能帮忙 顾卫听闻立刻赶回医院 顾卫开车带着林志孝到处找人 终于在火车站找到了林副 顾卫一直劝林志孝要冷静 后来林志孝和林副到肯德基吃饭 看到若无其事的父亲 林志孝还是忍不住爆发了 林副却提起了林志孝小时候的愿望 林副怕自己下不来手术台 只想多多陪陪女儿 林志孝忍不下去 跑到门外大哭 顾卫见状赶紧追了出去 但直男顾卫并不知道应该如何安慰女孩 直接对他讲起了医学知识 讲起人在大哭时的坏处 让他控制下情绪 林志孝听到这里更加难过 直接暴哭起来 顾卫手足无措 只能轻轻将林志孝拥到怀里 一句我在 让林志孝瞬间安心下来 主动出击 音乐会霸气护气 林副的手术很成功 林志孝和林母悬着的心 也终于放了下来 林志孝每天都要陪护 没有时间练琴 贴心小顾便让他 跟着医院的公益乐团 一起演出还能练琴 在顾卫的鼓励下 林志孝找回了自信 这时老师还告诉他 他能以大提琴手的身份 参加音乐会 林志孝欣喜之余更加勤奋 频繁的练习 让他的手腕不堪重负 在彩排时 林志孝的手止不住颤抖 老师让他赶紧下场休息 他只能重新去敲三脚铁 顾卫收到了林志孝送的演奏门票 推了一场重要的学术研讨会 赶来参加 结果在开场时 发现站在最后 举着三脚铁的林志孝 音乐会结束后 顾卫赶忙来找林志孝了解情况 却发现有人在刁难他 顾卫见状直接挺身而出 说道 我认为林志孝的三脚铁 是整场演出的点睛之笔 这句话直接让刁难者牙口无言 这种毫无道理的偏爱 着实让人无法抗拒 正式表白 聚餐大发雷霆当众表明心意 林志孝和顾卫明明两情相悦 却迟迟没能确定关系 林志孝为了感谢顾卫 为林父想要出国治疗搜集信息 同时还想告诉顾卫自己的心意 特意背着大提琴 来要送顾卫一首曲子 在天台上 林志孝特意演奏了一首不玩卡 想借取示爱 但又怕顾卫拒绝自己 想要逃跑 顾卫想尽快与林志孝确定关系 便和他约定在研讨之后一起吃晚餐 没想到研讨会结束后 众人决定要聚餐 林志孝进退两难 最后被拉着一同去聚餐 趁顾卫不在 大家又开启了顾卫和高熙的玩笑 说两人是医院的黄金搭档 又说两人可能要结婚等等 林志孝如坐针毡 敬了高熙一杯酒 祝他和顾卫幸福后 便推脱有事迅速离场 顾卫回来 发现林志孝已经离开 便问小杜缘由 小杜着急地让他看手机 得知事情原为的顾卫 生气地盯着开玩笑的严炳君 正告他林志孝不是普通的病患家属 而是自己喜欢的人 顾卫的当众表白震慑众人 随后他赶紧跑出去追林志孝 向林志孝解释刚才的误会 并表明了自己的心意 两人终于确定了关系 如今的社会信息更迭频繁 人们似乎喜欢了这种快节奏 高频率的生活 对待感情的态度也不似从前珍贵 在海王对海后看谁活得久 不合适就换 分手就分手 下一个更乖 等价值观的熏陶下 爱情更像快餐一样 可以被丢弃 可以被替代 但这部剧中的顾卫 从确定心意到默默关心 再到主动出击 正式表白 每一部都包含着 他对林志孝深深的爱意 让人心生羡慕 大家喜欢顾问这种类型的男生吗 请不吝点赞